申命纪第25章 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争颂的事,就上法庭去 审判官审判他们的时候,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 如果有罪的人应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服下 当面按着他的罪,照着数目责打他 只可打他40下,不可再多,恐怕你多打了他 过了这数目,你的兄弟就在你眼前受入了 牛在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兄弟住在一起,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死了,没有留下儿子 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要向他尽兄弟的本分,娶他为妻,和他同房 他所生的长子要归王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 那人如果不喜欢娶他兄弟的妻子 他兄弟的妻子就要到城门去见长老说 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的哥哥立名 不肯对我尽兄弟的本分 本城的长老就要把那人叫来,对他说明 如果他坚持说,我不乐意娶他 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前 走到那人跟前,脱去他脚上的鞋子 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 那不为自己哥哥建立家世的,人人都要这样对待他 从此,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字必称为脱鞋者之家 有两个人在一起打斗 如果其中一人的妻子走前来 要救他的丈夫脱离那打他丈夫的人的手 就伸手抓住那人的下体 你就要砍掉那妇人的手 你的眼不可顾惜 你袋里不可有两样不同的砝码,一大一小 你家里不可有两样不同的生斗,一大一小 你要有准确公正的砝码 你要有准确公正的生斗 好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 因为所有行这些事的,就是行不义的事的 都是耶和华你的神厌恶的 你要记住,你们出了埃及以后 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对待你 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你 趁你疲倦困乏的时候 攻击你后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 并不敬畏神 所以,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脱离四为所有的仇敌 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得享太平的时候 你勿要把亚玛利这名号从天下涂抹 不可忘记